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子弹的预言 我看大家有关注我的小红书 因为小红书我都会看评论 然后有注意到就是你们有在问我隐形眼镜 所以我个人是一个高度近视 我现在是没有戴隐形眼镜的状态 然后我其实是根本看不到自己 就是这个屏幕上我自己的无关的 我只能是看得到一个绿色的衣服和黄色头发 还有白色的脸 但是我能看到没有脖子 就是什么 我看不到 冰滴 黑肠 你这个怎么戴 你这个也没戴 是不是区别还很大 我个人是觉得眼镜大了一圈 就是我感觉隐形眼镜就是说 真的是妆容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可能一个妆就戴一个隐形眼镜 换一个隐形眼镜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要不我展示给你们看吧 因为这个牌子我买了很多的颜色 我先给你们展示这个黑色的 好吧 这个黑色我现在两次都已经戴上 它是外圈有一圈黑黑的 然后里面戴一点灰色 然后看起来就是比较自然 但是又不是那种普通的黑环 但是又不是那种普通的黑环 然后这个是 这都是每个颜色写的地儿都不一样 这又是什么颜色啊 这个颜色跟这个名字 跟这个颜色有什么关系呢 小朋友你是否约上的5号 叫冷静月光 但是这个冷静它并没有 哦是因为有一圈蓝又有一圈棕 但是这个月光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吧 然后这个就是冷静月光 外面有一圈棕棕的 里面有一圈 哎不行啦 外面有一圈黑黑的 里面有一圈棕棕的这种效果 我买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那种非常混血的款 但是感觉戴起来其实还可以 嗯 这种不要觉得浪费 就是我这样 其实其实还可以 因为它是日豹 它的价格其实说实话 还挺实惠的 所以没办法 不是为了给你们看一下 分享一下 要分享 就给你们看清楚看明白 这个是什么 月落星海 这银子为什么起得不这么文艺 试一下这个 它就是外面是蓝色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月牙 你们能看到吧 很明显的一个月牙 它就是 现在就比较流行的那种眼神光 就是那个很多片 虽然间里面会屁 屁 有那个可以屁的眼神光 但这个就是本身 自己就带一个月牙 我平时带这个 还有带那个 都带的挺多 所以它的名字叫 月落星海 明白了 懂了懂了 我倒真没注意 真没注意 要不然给你们订阅视频 我都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 然后 看一下近景 这两幅还是有点心疼 因为我比较经常带这两幅 怎么带一会儿就摘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平时带的 比较多的一个款 还有刚才那个也是 一个是外圈是棕色 一个是外圈是蓝色 其实就是那个会比较更深一点 但是这个会更浅一点 我今天这个装备比较适合自然的款 所以就给你们陆离奇 比较自然的 然后 看回头后面有没有机会 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舞台上会戴的一些 引起眼镜 选美童什么之类的 我会比较看重 寒水量 就做一个 资深 资深的 引起眼镜 狂博 然后来讲的话 给你们就是 分享一下 我挑引起眼镜 看寒水量的点 其实我的建议呢 就是寒水量高的 可以就比如说在 嗯 55 大概这个样子吧 可以 就是新手 可以去选择这个寒水量 因为它就是 很软 然后就是 它的镜片啊 包括怎么样 也就是比较薄 所以它 可能刚开始戴的时候 新手会觉得有点 不太适应 这个 这个就是 55的会存在感 比较低一点 在你眼镜里面 但是如果要是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 我可能一天都要戴 那我可能就会说 会选择 百分之 我看一眼 它这美童 就是有两种 寒水量 我看一眼 这是多少 这是百分之三十八的 对 特意去看一眼 这个牌子 它是有那个 美国FDI和欧盟认证的 好了 今天的美童分享 就到这里了 然后日后 会给大家分享 我更多的一些 日常好用物 然后还有一些 开心的事情 然后 最近你们有没有什么 比较想吃的东西 也可以在什么评论区 或者是给我留言 什么之类的 可以 预言的小厨房 然后又可以开课了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